大家好,我是粵食網編輯總監學良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卡蒂亞宏洞神秘小石鏤空腕錶 那宏洞是魂緣的意思 所以在這款腕錶你可以看到它造型非常魂緣 但是它融入了卡蒂亞兩大工藝或者是技術上的特色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錶盤的左側 這邊有兩個指針小石紛針懸浮在半空中 這種概念叫做神秘錶 它源自於卡蒂亞在1912年的神秘中 那當年的這個技術呢 它一推出來的時候讓世人為之驚豔 沒有人知道這個戲法到底怎麼做出來的 一直到40年代才公佈它的這個秘密 它的其實主要的做法是 它把石針跟分針分別做在兩個藍寶石水晶齒輪上 由外圍的這個齒輪來帶動 因此看起來就好像這個平空懸浮在半空中一樣 那當然為了要表現它的這個通透感 其實如果你從正面一直到背面呢 它其實是整個做非常通透 但是整個穿透過去呢 它其實視覺上雖然是看起來完全透明 可是其實整個是有四片的藍寶石水晶齁 那因此在通透度 以及它另外它其實每一片都有做防旋齁齁 因此不管你從任何角度看起來都是完完全全 視覺上是完完全全穿透的 那第二個概念呢 第一個是神秘 第二個概念呢 是鏤空 因為我們知道鏤空呢 一向是Cadya 的一個強項 大概在2009年開始 Cadya開始大量運用這種所謂的鏤空技法 把这个基心的主要的结构跟美学融合在一起 尤其是像我们看到这边 其实右侧的部分 它其实就是罗马数字石标跟基心的支架结合在一起 因此除了罗马数字之外 你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结构 这个是卡蒂亚的镂空表 厉害独特 以及它美学精湛之所在 当然你穿透这个视觉上 你可以看到在罗马数字底下 它的齿轮系的这个结构 譬如说群众系统在五点钟方向 发条在两点钟方向 一直一路这个齿轮系是这样延伸过去 然后从中间再带动这两个蓝宝石水晶 但是这种前后完完全全通透的这种视觉感 以及这个神秘表给人的这种视觉经验 这其实就是卡蒂亚这个美学令人这个位置着迷的一个特色 那这款腕表它的尺寸是42毫米 那表壳呢也非常特别 表壳的部分它是用靶金来打造 那跟一般的贵金属来讲 它的数量是相对是较为稀少的 而且它有很好的物理特性 包含它比较轻盈 而且呢它的亮度也比较高 那另外呢它可以抗腐蚀 对这个肌肤的轻肤性也比较好 那这款腕表呢 它定价是在台币230万 那以一个这样中间复杂 而且非常独特的一个腕表来讲 这个价位其实也是落在一个相当合理的一个范围 所以这是卡蒂亚今年的一款全新的概念 神秘再加上镂空两个概念的一个复杂腕表 再见